对视频中文字幕必须 你怎么这么鲜啊 这顿爱太熟了 好久一放假了 大家都很期待一起去团建什么的 团建之后吧 然后才会觉得就是大家性格慢慢的放开了 不管是在私下里啊还是MC上 就不会有太多非常拘谨的感觉 台南系的生活 我觉得觉得无法分辨 这里跟拉萨哪个是哪个 拉萨至少两块吧 没有办法分辨了 我在拉萨很快乐 就是天气不是很好嘛 然后大家都就是 也是坐了七八个小时车过来 拉拉拉我们两块 Lady go Lady go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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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觉更热了 后地上看的冰冻的一个视频 可能一点都不能缓解我的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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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经过了第一次团建之后 我们大家就非常喜欢聚在一起 因为感觉就是意外的磨合得还不错 这一次就是选了一个非常风景很优美 然后很好看的一个地方 但是由于下雨的事情 就是下雨的情况嘛 都没有怎么可以在室外 有那个篝火晚会 左边这个杨梅是你钓的水果呢 还是右边这个蹄子是你钓的水果呢 没有 什么 什么 声音大一点来的 好像怎么说准备三个字 哎 你怎么没有盗版 干杯 走开 走开 哪个是你钓的水果呢 回答我 不然你一个都吃不到 我可能本身话比较多吧 然后比较性格开朗一点 然后私下比较是一个喜欢逗别人开心的 大家平时的聊天都是那种以开心快乐 就是预防抑郁为主的一些 就是都会有一些比较开心轻松的话题这样 没有甚至什么善情啊 突然善情啊 或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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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要公布的是S&H48 TeamN2的正式成员 他们分别是 卢天慧 王施萌 赵嘉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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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来我是一个很怕前辈的人 然后现在和这些大前辈 大家一起也没有太多的拘束感了 感觉也很自在 赵嘉蕊很幸福 幸福感 菲菲我也觉得她 就是性格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孩 她虽然她自己不说 但是 我还是能观察到内心世界很丰富 竟然是和你垃圾 喝了怎么了 要没有我 你看 你可能就出去套肩了 有段时间我是刚来上海 然后我一个东北人 然后突然来到南方 就是也不是特别的习惯 然后就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都是差不多三四点四五点 或者是 随于公共分合六点多钟才能睡着 来之前想的还蛮多的 来之后就是自然而然就进来了 也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们这里叫独白 是一间非一间自欺独白的房间 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都挺从心身边约 谁会面对一个人的独白 到了 但是这不是两个人的床吗 果然这个门才适合我吧 刚刚那个门太高了 完全满满了 哇 这很热 这很烫 你看这个门才适合我 手开门的 这个地方已经比我下到大了 真的就很大 外面还有个门 可以走到外面的舞台 还可以走到二楼 还可以走到下面 还可以去看泳池 真好 要走啊 要去吧 我们这个准处一个晚上 会有点恰心 对 你看随道 可以帮我去 小夕虽然很矮小 她那种 她内心有一种 讲不出来的那种元气 就会很能带动身边的朋友吧 红瓜萝卜这边 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 你打 那你给我给我一把吧 我这把好大 对 我懒得挺大 我想要吃土萝卜 我想吃水果萝卜 太像了啊 没事 这边会稍微清风 哎呦 哎呦 我后悔没戴伞 哎呦 我后悔穿鞋出来了 那你不穿鞋 你更后悔 来 我给你打 太厉害了 我一个A-B一星学的人 真的 纵横百合 来 哇哦 狠儿蔡之王 我封他为空心蔡之王 因为我就是很怕那种 就是人和人聊天之后 气氛会荡下去的 我很怕话会着地 所以我会非常的捧场 然后会一直接那个话场 去捕鱼了走 我想象中我生活的状态 就是工作的状态是 轻松愉快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吧 我不是在上午 我想累入我 累入我 累入我 好啊 这样的话 快快 别别走 江泽怡化了 他那个嘴巴频率太快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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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跟他就是聊天对话 已经不走脑了 他说什么 我可以对上来什么 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就过于活泼的一个害怕 特别人看 couch 太容易看我的眼神了 好 跟他不是 看到老儿 然后就说的比较多 然后而且我这个人吧 比较管 其实是管的比较多 有啥的你们要喝吗 帮你们抽 你推 我来倒车我来 倒车我来 倒车我来 你倒车 比较后脸皮说一句 就是可能我就是话比较多 真的话比较多 然后就会让大家 就感觉不尴尬 跟我相处比较乎快的 东西就处备好了 好 行了 我可以 开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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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修这个干嘛 小伙伴们 没有修 那我们开始吧 这样跌下去刚好 刚好 三刀嘛 跟这样一个给你 好的 一个扣一个就好了吗 扣伙吧 我们最开始都不熟悉 然后就是对前辈不了解 就会很身份 然后慢慢大家玩在一起的之后 就融合的挺好的 然后可以互相开玩笑 然后也可以看他们在N队 现在成长的也蛮速度的 就是我在FT的时候 确实是有一种 感觉他们就是一群小孩子 围着我的感觉 我到这里呢 就是又是一个小后辈 但是就是重新到N队之后 就跟前辈也慢慢越来越熟 现在感觉挺好的 就是在这个集体 跟大家相处得挺不错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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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挡住 来来来来 你这么挡住 来来来来 非常难得的 难得的第二次团建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团魂呢 也得到了冠军 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我们的小后代呢 已经成长得非常好了 好好打热吃 希望N队越来越好 好 经过团魂 我们在一起排舞 然后排练就在一起排练 然后就会有默契的 对 然后动作会变得 就是合拍啊什么之类 都会有默契 这次团魂 大家就是每天熬夜 到两三点去排练 然后大家一起 Cosplay 穿这个衣服 然后一起把女鬼吃心上 我觉得是 一瞬间好像 就是找到了 这种就是有点 因为我之前 总感觉自己是 有力在外的女人 然后现在终于觉得 我好像是 这个对我的一部分 我没想到我把所有难的舞都学了 本来压力特别大 因为觉得太难了 但是就是还是学下来 然后也没有出什么差错 挺顺利的完成了 觉得挺好的 好 好 对 青春不散 因为是我进来的 跳的 就是上台的第一套公演 那时候我也没专位 跳T的是16号位 不怎么的上台 然后我有一次就在后台 听着青春不散 怒从胆 怒向胆面声 悲从心中起 然后就在台下狂哭 然后大家都问我为什么要哭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想上台 非常非常想上台 说真的 是非常非常想上台 然后到现在 其实也有机会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姐姐们 肯给我这个solo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难得 而且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因为我毕竟是后辈 而且我觉得大家很信任我 就是我感觉真的 就是这种感觉非常棒 不论是对粉丝还是对成员 好像是意义蛮深刻的一首歌 就觉得好像是跳完这首歌 身上才被真正的盖上了印章 以后你就是N队的人 已经跟着你走 叫我来去 叫我来去 叫你都没秒到 在不安的角落 这次参会是在保刚体育中心 然后我记得去年 刚进N队的时候 也在保刚体育中心 办了一个运动会 在那个大厅合了一张照 今年我还跟静怨说 你还记得这吗 就是说去年那张合照 但是去年那张合照 少了很多人 就是最开始就是 就是栗子前辈对我特别热情 然后当时我就就是感觉到 感受到那种来自于前辈 对后辈的这种照顾 其实几乎所有的前辈 都挺照顾后辈这样 其实有时候会很担心说 粉丝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我们 会不会觉得 新加入的成员不够优秀 其实很会 新成员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 然后我作为中间的话 希望就是和新成员之间 还要跟那个前辈之间 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桥梁 如果团魂啊 主要是可以看到 后辈的一些成长吧 毕竟我们以前接触的舞蹈 就是偏可爱一点 很少有你们街舞啊 宅舞的展示 反而也是给了很多成员 一个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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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最新的大冒险 管那个 一颗柳瘦扭一扭 两颗柳瘦扭两扭 那谁管你们呢 我最喜欢她 XX 我就是羡慕她 她性格非常好 就是很容易 就社交能力很强 我很喜欢这个 我很羡慕她这一点 而且又有趣 认识人又好 我在N队最喜欢就是她 跟会长 之前就是挺喜欢赵月琴辈的 然后到了N队之后 觉得她就是很亲切 然后各方面特别负责任 然后舞蹈又很好 包括这次唐魂也是 就是宅舞的地方 她就是全程负责了很多 包括音乐啊 还有做道具各种方面 这掌心 因为我喜欢她就是那种 业务能非常强 又非常的赤口大脑 我是一棵柳树扭一扭 否认识就是 两棵柳树扭两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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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是三棵柳树扭三扭 扭三扭 好 姐 如果一讲错了就要惩罚 惩罚是什么呢 喝酒 没有酒 儿童局 已经说错了 不要说 好 一棵柳树扭一扭 两棵柳树扭两扭 三棵柳树扭三棵柳树扭 她觉得N队目前的状态还是挺好的 反正我是蛮喜欢这里 就是前辈也会照顾你 然后你也想努力地融进去 但是可能还是因为就是 接触的时间蛮少的 像其实这种团建什么 是蛮容易曾经感情的 你已经输了 还等一天还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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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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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大哥的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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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一大哥会来的 他在的话 觉得大方向都是靠谱的那种感觉 对 我是蛮喜欢大哥的 反正 就是大哥是那种就是 反正就是每句话都 都蛮让人觉得搞笑的 先反对哪 先把脸打住 不要让他看着一个 不要测一点 一二三四五 那个时候就 因为相处的很多 大哥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 就包括对 对我们后背 然后还有对公演 然后这些歌啊 我啊 就很多事都是非常认真的人 那个时候给我影响 很影响的话 都 都不敢听 都给大哥打电话 都给大哥打电话 然后你在游戏里面 不能听 第一个又被戳下水了 哇 要是站着就完蛋了 你看也没有站 没有 有没有大哥的游戏 没有大哥的游戏 没有大哥的游戏 他打游戏 他打游戏 他不会打游戏 他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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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我其实心态蛮崩的 因为想说啊 有这么多我不太熟悉的人 然后剧场感觉变化也蛮大的 就是整个气氛氛围 还有公演的氛围 肯定是跟你原来队伍 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那段时间心态蛮崩溃的 工作有的时候太忙了 然后能帮忙分担这份工作的人 也很蛮少的感觉 就是感觉什么东西都有得要自己来 感觉就很累 但是后来就是经过我们不断的团建 然后一些团魂啊 然后就一起努力要做出一些公演啊什么的 然后大家在一起排练啊 然后渐渐的就发现 大家融入的还蛮好的 然后每个人的性格特点 就也非常的鲜明 然后但是感觉他们一来 来到我们队伍了以后 就感觉他们自己也放轻松了很多 就没有之前那么的紧绷 然后就感觉讲话啊什么的 也大家现在比较熟悉了 然后就觉得还融入的蛮好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我们队的状态 就是再往一个不错的方向再走 我觉得挺好 我们之前去别墅里面烘爬过一次 然后再加上后来就是 有各种什么庆功宴啊什么的 然后会私下里组织一起去唱歌 然后也玩得很嗨 有的时候经常玩到凌晨 你觉得你在想开心 还是在上海开心呢 扎心路 扎心 扎心 我觉得今天就是那种 我比较喜欢的性格嘛 因为他就是很开朗 然后并且就是跟大家玩得很好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跟他长得像 然后我就是存了一个这样的好奇 好奇我就是加入人队之后 我就经常会偷偷地去看看他 就之前在排新公演的时候 他也就是 有的时候我不会啊什么的 他就教教我 并且有之前还有一次是我替朵朵的位置嘛 然后他也得鼓励我 你说你肯定没事的 所以我就蛮喜欢他 有更多的新的成员了 然后一直在一起玩 还是蛮开心的这件事情 把芝芦给他打个电话 一家一个新成员吗 刚好她来的小后备了 你要电话 太过分了一家一个 太过分了 她并不理我 我得下午下午她 你要给薛奶 我要给薛奶 我要为薛奶 有有有有 嘉爱 嘉爱不得了了 嘉爱 完蛋了嘉爱 完蛋了嘉爱 我们回不去啦嘉爱 北非喝多了 北非喝多了 是 别了我跟你讲 别说话 她又喝多了 我们这里烂泥 全是烂泥泥 北北最地上的这个枣皮刀 我们扛一扛不动 我们慢慢演 天呐 我讲这一次扛不动她 哎呀 场面太昏乱了 莫贝你跟我们叫救护车 我们这里救护车太远了 她来不了 救护车通不了 你这不通公路的 你看这个 你给你笑点 笑点 你这个人 我们演得这么堆直 对 我不知道她近头才是还给我 真的 家爱不是有那个考试吗 而是团结 就团魂也不在 也是因为考试 然后今天还不是去拔了志尺 外团的成员 我们还有原来 另外的队伍的成员加入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拘谨 年龄也比较 相对我们来说就比较小 可是也可能因为年龄小的缘故 所以虽然拘谨 但也是很活泼 就是稍微跟大家沟通 或者是调动一下 大家气氛就很 很快的就可以起来 觉得是不怎么需要人操心的这种感觉 这个不问题 黄婷你在拍戏 打打电话试试看 我看到导演有没有骂你 女婷就是应该在剧组吧 拍戏 对 团婚不在原因 也是因为在进剧组 她是那种感觉可以跟任何人都玩得很好的类型 黄婷你 黄婷你是不是听听音乐的 大家好我是S8K 黄婷婷 黄婷婷 一长得好看 二实力也好 然后性格也好 没想到 为了你 我们风荒荡 想多海啸 没有你 根本不想逃 这床的线 你寻法控制深续蔓延 独自站在房间 相识的外面 就主要人不齐还是感觉蛮可惜的 不行 洗衣服太漂亮了 妹妹 现在不上来就被欺负了 不要动 太吵了 我要滑吧 我要滑 这样 你要往哪去 往后面去 把我的手表 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点凶凶的 可能是因为她装容的原因 后面认识她 就觉得她是一个知心大姐姐 然后平时我们一起 也聚餐了很多次 就是有一次新公演聚餐的时候 她就特别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会想着你夹不到胎 会想着给你夹胎 比较一个贴心的大姐姐吧 妹妹 你多穿了 这楼 二十楼 张希 你跟这水池一样高 这个水池一米五 你也一米五 没有水池明明比我高 我爹地脚要大 我不下去 本来可能一开始 心里可能她们还有点担心吧 觉得前辈跟传说中的前辈 毕竟我们队友四大天王都特别厉害 可能以为就是比较高冷啊 或者就是比较有距离感 但慢慢地相处 发现大家都是普通的女孩 喜航 后来这样的 letter 开突别 dentist 找到了 puisque eyes 到爸爸 爸爸 我没戴衣服 爸爸 不要 不去了 我要没戴衣服 来 金月 我都过进去了 我再接一个船员 快来 我不要 我不行 我这个衣服不行 我也手臂湿掉就行了 上 没事的 上 我妈呀 我给你妈笑着 我们开始刚进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后辈 然后到现在就是跟前辈的关系也非常好 然后新来的这些成员 就跟我的七处其实都差不多 反而就是相处起来 会更轻松 自如一点 所以荣誉还是我觉得是越来越好的 现在我真充实 走啊 走啊 我的屁股湿了 我真心过 我真心过 还是挺欣慰的 而且非常喜欢现在N队的氛围 觉得很轻松 而且反正就不会有压抑的感觉 而且挺开心的看到后辈们成长得这么快 对你的感觉 你疯狂的烤 中美的阳光停留 在我平时比较安静 但是呢 蛮喜欢这个大家庭的 就是怎么说 以前就觉得 嗯 N队就是很厉害的一个队 然后现在就觉得 我也是这个队里的一份子 当然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都做得非常出色 先做当下的事情 一步一步走过这种心态 还是希望你只往唱歌的方面都发展一点 我可能就会开一个理发店 把人家弄造型 让人家变得好看一点 想开自己的蛋糕店 对 我觉得我比较在手工上面比较在行一些 不是太喜欢唱歌跳舞这种东西 我比较向往能够从事浆化方面的工作 我梦想 我梦想是当电竞举手 我现在就是很希望开一家 开一个自己的品牌 嗯 我想做一个 嗯 做一个品牌的创始人 也许会去学什么 时装设计啊之类的 或者是 时尚方面的东西 会接触一些 因为上一次我的眼睛发炎了 所以说特别遗憾 没能参加上一次的团建活动 然后我也在这里祝N队会越来越好 在自己擅长的方面能够多 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 希望成为N队的新生力量吧这样 在这个队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吧 能够越来越好吧 努力地成为后备中的力量吧 我们N队一开始是有二级生体权的嘛 然后他们合约到了 也有可能有部分的人离开 也可能有部分的人留下来 所以就可能N队以后就不会 像原来一样那么完整了 所以可能有一些责任 还是要后备担起来 最大的期望 还是自己可以担起这一部分责任 以后的话N队可以就是 大家不在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一起做个品牌也蛮好的 开往整天的幸福列车 Love me too 基本上就是你能从我们不同的人的身上 看到不同的对于生活的一些向往 以及对于生活的一些鼓励 还有很多上进的这种心情 然后不要因为一些小事 而把自己的难过的跟悲伤的情绪放得太大 做什么事只要不忽悔就好的一部分 就努力了然后不忽悔就可以了 就是我觉得偶像就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开心 可以给别人带来正能量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让他们变得更好的话 就有可能 我也希望大家能因为彼此的存在 而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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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N CNNN CNNNN CN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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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NN CNNNNN